行的玩法 其实这个玩法呢 大家也看到了非常简单 全图透视都是一个玻璃嘛 简单的玻璃 其实今天想找一个人多房间 但是他发现呢 其实玩这个图的人真的很少 为什么呢 开场先给大家带来这一段的保卫者和前面的视频 对方呢想要下包 但是呢 我们保卫者就撕撕卡住了他 因为这图呢 全图透视 这样子下包的话就会被打了耶 如果不下包的话 时间又没有了 所以说呢 这图呢对保卫者来说按理是优势吧 通过这个简单卡点呢 对方想要打掉他 但是呢我们就是不给他对枪啊 一着瞬间呢 只剩下17滴血了 通过我们的来回的旋转呢 对方完全没有机会去下包 这样子就很尴尬了 最终还是保卫者应该的生命啊 首先我们这个地图呢 是没有A大的一个点位之分啊 只有从中路或者是B点过去 作为一个潜伏者呢 在C4等上去递逃了 先秒掉一个再说 然后剩下一个呢 可以看一下 在B门的方向 虽然我发现对面这个人比我还要着急啊 按理来说我应该着急才对 好直接秒掉 但我这种玩法呢 是非常考验枪法的 就看谁出枪更快了 今天呢我拿起来我的这把雷神 按理来说如果对方拿着喷子 或者是狙击枪的话 很容易得胜的 但是呢对方就喜欢跟我们硬扛啊 那这一波再看一下逼水的方向 很明显呢过去的一个人 直接一个手雷 应该是炸掉了一片血 然后再一个秒爆头 看到我们年轻过来一个 给了一个WQ 那B门还有最后一个 一个闪光 出去瞄一下 哎 瞄准头 很厉害的走位哦 但是没有关系 直接一个三点杀 好 接下来就给他带来这一局的新年广场 也有这小新的新年广场呢 跟我们的这个黑色城镇差不多 他没有A包点之分 只有一个B包 那么只有通过这条路呢 或者是我们一个中桥方向过去 还有就是水下 水下这地方呢 要非常注意啊 有几条场有个小门 小门是可以直接跳下去的 如果说你稍微的不露脚步的话 下面的人可以直接跳下来的 好吧 那我们看一下 哎 这个秒掉一个 其实对方呢 这一局是非常冲动的啊 可能是要接触这个地图吧 然后我也是玩了好几把 所以说才给大家总结了 这么一个渐渐的小小的经验 那最后一个呢 也是在他家的方向啊 很明显 认了一个红烟 红烟的话 我们不要管他 直接先下包 因为可以看到对方的状况 好 他过来了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